我建议你们把自己的手伸出来 然后把大拇指比出来 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很棒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自我给自我的鼓励 这个很重要 走到你们最爱照的镜子前面 然后从镜当中看着你们的眼睛 把你们的那个小女孩给照出来 因为我觉得在忙忙碌碌碌当中 你的眼神可能因为很多的现实环境 被磨掉了很多 我自己本身就会站在镜子前面告诉我说 那个小时候最想要的那个可爱梦幻假经文 请你出来 我想要找回跟你之间的互动 你要把它叫出来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天性都会为了身边最爱的人而去生活 但是有时候你不爱自己 不去疼宝贝自己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再给予更多的爱给他们 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眼神 跟自己的身心都是非常的平衡跟愉快 我觉得你才可以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能量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实这一题是最难的 对我来讲 因为我觉得人在低潮的时候 是把耳朵关起来 眼睛关起来 什么好的他都看不到 那我只能说当你在低潮的时候 你真的不要忘记抬抬头看看天空 因为它是有天亮的一天 它不是都是黑暗的 我们只能在旁边用正面的能量 正面的语言提醒你 但是我相信你身边还是会有一些正面的朋友 可以给你帮助 不要吝啬去找人家求救 我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身边还是有让我很重视的人 比如说我的母亲 我觉得我不可以在她面前让她难过跟失望 所以那个力量对我来讲很重要 其实我自己可能都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怎么会遗弃了我 其实世界没有遗弃我 是我自己可能在那段时间把我自己遗弃了 但是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是一个本身 我们可以唤醒出来的 那那个亲人的爱 朋友的爱 甚至你可能很依赖的宠物 跟你之间都有一些爱的关系 那个东西千万不要忘记 我觉得爱这个字很珍贵 每个人心中都有 要把它唤醒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